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分明相互尊重的也很多 没有办法相互尊重的也很多 叫做兵妻族 奴妻族啊 曾经我到某一位信徒家中 到她的办公室 一看 她的办公桌坐的地方刚好她的朋友 坐在她的位置 结拜兄弟 我不客气说结拜兄弟也要相互的尊重 她的办公桌 是她的神位 你坐在她的桌子上 这样两只脚翘在桌子上 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 那你们不是好朋友耶 是坏朋友 所以那一位 结拜 结拜兄弟 脸红了 赶快脚翘起来 离开座位 我跟我们这位信徒说 你的座位换了大忌 换了右边 靠墙 兵妻族 奴妻族 这位信徒他问我说 怎么才对 你把办公桌 然后左边靠墙 就好了嘛 这样也是尊重你的朋友耶 尊重你的客户 大家主后分明 是功德耶 你随便排一下人家 来坐到脚翘起来 你也是没有智慧 让朋友换了做罪业 所以我把桌子 赶快把它移到左边 隆边靠墙 过一段时间 我路过再进去 他的桌子 朋友也一样来了 都很客气 坐在撒话里 所以我们做事业的 办公桌 你一定要弄好 排好 不要换了这个大忌 最好的办公桌的 左边靠墙 有力 主后分明 这么简单而已 是真理 不是迷信 各位要小心 小讯